为了强化技职教育的资源量能 新北市教育局宜兰县教育处与国立宜兰大学共同推动新宜技职联盟 并且在8月28号上午举行成立仪式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宜兰大学是传统技职学校起家 将开启新北技职学生自发创新与产学跨域合作的整合能力 宜兰大学除无人机领域外 推动的人工智慧物联网绿能科技等新兴领域的产学资源 多让技职学生们学习与业界接轨最新的专业知识技能 也期待在宜兰大学智慧科技及先进工程的基底资源之下 进一步拓展宜兰县技职学校及国中小职业试探合作交流 达到双赢的效果 而且宜兰大学在相关的不管工学院或电资学院 相关的科系还有整个全校的资源 非常的适合做我们新北跟宜兰跨县市的一个领导 可以整合整个技职教育 从国小国中高中职到大学 做一个新北跟宜兰的一个整合 所以非常的感谢我们宜兰大学 愿意能够扮演一个领头羊 带着我们所有两个县市政府 还有我们的高中职 还有国中小一起来 是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新北相遇 然后来到我们的新北一起为我们的技职 共同努力 那我们目前就是小学国中高中 那现在跟着我们的宜兰大学 跟着我们的局长一起努力 可以让我们的技职教育 在我们的新北 在我们的宜兰越来蓬勃发展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全国 都可以跟新北看齐 跟宜兰大学看齐 然后真的在我们的宜兰 能够让我们的宜兰的孩子 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都可以学习 就像刚刚陈如巨长讲的 多元智能适性发展 让我们在未来的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培育这么样的专业人才 让我们在各行各业 贡献他们的所学 宜兰县教育处副处长谢力龙表示 新一技职联盟除了可练节 技高及大学外 也向下扎根治国中 特别率领郊西国中 吴锡船 宜兰国中张秀梅 及苏澳国中杨乃光 等三所执探中新校长 共同建政联盟的成立 同时邀请国立宜兰高商 罗东高宫 罗东高商 苏澳海事及投诚家商 等五校代表 在未来联盟的资源共享下 相信不论是国中生的 适性发展 或是技高生的专业培育 多可共遇两线式的顶尖人才 我想这一次 能够做一个新与技职联盟 我们就是希望宜兰县政府 新北市政府 藉由我们宜兰大学的这个平台 尤其是一个国立大学 它拥有一个非常充沛的 一个教育资源 包含了我们的AI 物联网 还有整个未来的绿能科技等等 它拥有非常多的一个 丰沛的一个相关的学术 跟食物的一个资源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资源的一个整合 将我们新北市 宜兰县政府 相关的一个学术的资源 能够互相的连结 成立我们心仪技职联盟 这也是全国首创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两个县市政府 因为它有地缘的关系 再加上国立大学的一个整合 我们希望提供 国小 国中 高中 直到大学 一贯的整个职业试探 跟整个私信发展 一个重要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方式 新北市教育局强调 新北市2023-2026年 以4年8亿翻倍经费 推动全国首部 New Top World 世界顶尖人才 技职教育政策白皮书 推动新北大教育政策 邀请大专院校 与新北市各级学校合作 此次正式成立 新一技职联盟 链接新北市与宜兰县 期待未来更多 跨县市跨领域的产观学 携手为台湾培育 世界的顶尖人才 记者以根基新北采访报导